新中央威 然后还有王伟 迷魂 外门 为什么会演出他几个其实蛮有趣的一个机遇 在大学年初的时候临时是我的学家 然后当那个时候我去听大迷一排的歌长大的怎么说了 所以变成在跟这些流行歌曲 就一起堕落香港最困难的岁月 因为那时候要面对心觉不起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我们跟这几个天使员其实是同一大运 所以期间可能有一点时差 前来有几年的时差 而且今天都在西门大学里面念书的 然后我们也是从当时面对香港从九七到五一规的历史过程 而且我们的成长经验蛮相似的 尤其是有一个不完整的家庭背景 有一个要共同面对没有办法处理夫妻的问题 还有在性格上面有一些没办法积极处理的问题 要用文字去代替积极去面对生活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觉得好像五个年到中年了 都要有些机转 然后就想起怎么处理遗忘的经验 还有成长的经验 跟一些流行文化的关系 在完成赵博云这个书以后 我觉得流行歌曲是另外一个 该把我自己放在里面的一个研究 所以我就把自己这个年代 就是我们香港最美好 可是变化也很大的八十年代 这个年代的印记 就是从他们这些歌词还有文字里面 去看到中间的公民感 让时代的正当的感觉 就把它保留下来 所以为什么会做这个研究 总之这些研究不是一时三刻 我能够完成的 然后我谈这个修药会的文字 就永远赚穿穿的十年了 我都听不着说 这个书的结构蛮有趣 它有三个不同的部分 书就是书影上面 你会看见的 那唱下一页麻烦你 好吗 没关系 那这个书 下一页 这个书它分三个三神 第一个三神叫寄屋 寄屋就是寄屋 寄屋就是寄屋 他家庭的寄屋 朋友还有他自己个人的成长 另外第二个三神是寄屋 他们 他们是一女性的他 这个三神有样 都是爱情故事 它是很多不同女性的面貌 还有他们的心 第三部分是寄屋 也是寄屋 寄屋是男性的他 是寄屋很多不同地方 不同地理职业的男性 还有跟他们的来往 所以这三个第三个section 而且呢 也是跟人的关系相关的主题 我把这个文字 规纳成 应该有四个不同的讨论点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文字里面的主题就是 你三更有三大神 有些人穿回来 就是跑来跑去啊 到处或者回家 到处也不是这样 从香港到荷兰 还有去到印尼 还有很多工作的城市 他要离开自己原来的城市的原因 有三个 一个就是像个酒气的问题 另外就是工作跟旅游的需要 要走到世界各地的地方 第三个是家庭的困局 我觉得他有初衷 要离开一个很多面对的家庭的状况 然后就跑掉了 要是这个跑来跑去 停下来 又留下来 然后又不叫跑掉 的过程里面 它牵线到 自己的身份的确定 跟不确定 自己是谁 就是抗产生的情况 发生了很多问题 因为人在外地 一定最容易问自己的问题 就是说我是谁 我是什么人 我从哪里来 我应该到哪里去 这个就牵涉另外一个疑情 就是生命的去向 就是生命的去向 能不能走到哪里 能不能回头 回到原来的起点 再走到再来 随时再回来的时候 父亲已经不一样 已经改变 自己也改变 这个 这种思想 在这个问题里面 整本说 有部分在哪个部分 第二个重点就是 家庭的爱恨 跟个人成长的问题 这是我看的很感动的一个部分 也许我有时候回家想起 林希的文集 他讲起的文集 也许很多家庭啊 还有他朋友 我觉得他两个的文字 有一些地方是共同的 所以有些经验是不一样的 可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龙大远的问题了 我觉得主要回在他的 试验这个文集的 那个开头有一个继续 他提到 这个戏剧显得非常感动的 有戏剧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就讲到父亲的缺席 母亲的那个印记 无处不在 那个家庭里面 爸爸不在了 那他作为儿子的话 他这么处定 这个要代替父亲的存在 还是要反抗父亲的存在 还是要离开这个存在 还有跟他妈妈的关系 因为这个跟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 还有将来变得什么人 还有将来要做什么事情 传出相关的 因为家庭跟童年差不多就是 规划一个将来的模样 将来的模样 不要这个样子的话 如果你要把这个模样 改变过来 要花很大的力气 可能又受到很多的伤害 才能把这个模样改变过来 我那个朋友有这件事 有一句话 成长反而是充满创伤的 我们做文艺创作 或者是艺术创作的人 就是要尽量这个创伤 不停的受伤 然后不停给自己站起来的努力 我觉得这个在流行 歌曲的创作 或者是歌或者是 好像流行 还给你东西相同的 然后在这个的书里面 除了这个父亲 既的传在不传在以外 也有一个交情的事件 比如说有 详细的小孩子出生 或者有交情成员的生命的改变等等 现在学员的段跟随 跟交情的变化 他交情成员的生老病死 去反映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是我们爱跟伤害的 因为你不爱 都不会觉得伤害 都不会有恨 在两节之间 不是一个对立 而是一个牵连的 然后这节中的 家庭关系里面 就反映香港年代的 一些文化的状况 比如说武川文化 他在第一篇里面 有个五五四少年 像几个青年人他的成长 在青少年成长的上 也会反映到 这个技术界他自己的问题 还有城市地貌的改变 你住的地方后来都不见了 你曾经活动的地方就改变了 风景演变了 要找回来根本不可能 还有一些政治社会对人的影响 有教育啊 还有旧情的问题啊 社会的一些压力等等 甚至包括像个很狭窄的 道德的观念等等 那第三个原因 主要的一题是 爱情的上市跟情商 在这个部分主要在第二个 section 就是母亲她的那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大部分都是爱情故事 有个同样朋友 喜欢看爱情故事 可以继续看这个部分啊 可是他里面写的爱情故事 都是没有好结果 不快乐的 可是啊 不开心 不愉快 或者是 那上本没有结果的爱情 才会刻骨铭心 才不要 一个时候再把它写下来嘛 那里面充分伤害 还有慧恨 不愉快 出师 我们看的时候 就好像觉得 他在写一个《红楼梦》的唱情录 他在记录前遇到的人啊 现在后来 隔了十年 八年 或者好几年以后 重新再遇到 然后又面对新的伤害 或者新的感情的交接 而且他在记录的过程里面 也写出这些绿子 因为爱情的千年 还产生的命运 还有他们的歌星的表现 这个部分是中文书 那个文字最沉溺的部分 风格非常有 法门的文字 或者怎么念 英语 英语 对 比较有心一点的 比较 怎么说 纠结的 来来去去 然后又原地踏步 永远走不出 永远都是 再上海再发生一次 永远避免不了的 然后他这个很好玩 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时间系 在里面 因为他写的是 重结一点到哪一点 上一个下属 又讲空间 或者家庭 离开自己城市 到格拉那 到印尼 这个空间的角度 这个部分 今天时间有关系 这个时间是个人的时间 积极的面 积极的记忆 积极的记忆 从建一年到哪一年的 然后再追溯这个面貌的过程里面 再去看自己的变化 有没有变这些什么人 最终的还在寻找自己是谁的 那最后一个议题 就是性别的意识 跟酷爱的景观 我觉得 谈中药会的照片 不管是文字 还是流行歌词 那个性别 真等 是不能遗漏的 因为我觉得 它是很有意思 把它放在里面的 我喜欢王耀明的歌曲 大部分都是跟这个意识有关的 加上王耀明的 就是这个 多元性别的化身 我觉得它们两个合起来 是天教地寻 对色的一对 而且一个部分 它讲的就是一个人 面对 或者处理 就是多元性别的身份 多元多元情欲的流动 还有那个孤儿的那种感觉 怎么去接近制止 除了从家庭呢 跟朋友的关系 从爱情 从时间 跟基因 跟城市的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说 跟自己的性别的关系 是怎样的 它这个部分也是很有趣 它是很多不同地方 不同年龄的男子 他们的性格 他们跟这个 世俗之间的关系 有不同性别的换来换去 里面它也很大胆 用很多评语 去写一些情欲的流动 挑逗 或者是诱惑 或者是拒绝 或者是拒绝 在写这个部分的时候 它是比较好的书 还有比较迂回的 还是用很多名誉的 还把我这个我 包括基因 我放在这个情欲之中 把它变成一个定点 然后在这个定点里面 还是有来源去的 它没有说最后 要把它拼在某一个定点 我是什么样 我是想着怎么样 永远什么可能 我觉得主要会在这个文集里面 有一个寄文形象 当然我们说里面的它 里面的我 等于这个作者了 我们就研究这时候 我们就研究 从来不问这个问题了 我们只能说里面 呈现一个 一个寄宿者 他的形象 是永远不能停下来 不管是停在家庭 停在感情 停在心情 在心理目标的用途上面 还是停在一个地方 然后我在上面 是一个议题 就是归纳到商业重点 其实是一个不同的面向 表现出了三个很大的方向 就是个体在虚无的世界里面 怎么去寻找传在的意义 我在想和其他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的考虑 第二个就是 对自我跟他人的残伏性 里面的世俗界 它对其他人很残酷 可是它对自我和他人的残伏性 因为整个世界就是很残酷 因为世界跟人之关系 都是千尝百孔的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人可以避免 避免得了 第三个也是很有趣的 它一方面逃避自己 一方面寻找自己 也会享受当中 那种孤独的快乐和自由 所以也很矛盾 可是很真实 我觉得动人的地方就在这里 因为它没有写到一个 很高高在上的字幕 而写一个面貌千尝百孔的 或者是有很多好的不好的 优美的不堪的都信出来 这个才是一个结结实实 有血有肉的人的存在 然后最后一点就讲到文字的风格 所以我说这个是三文字 其实里面有很多诗话的语言 还有小说的人物 有长期情节 我觉得是一个混合的纹类 可是在这个混合的纹类里面 主要还是抒情的味道比较重 因为它有低一声的 放到边去看世界的原因 另外一个第二个的风格 就是断章的书诗 它的段落很短 之间的条件很快 而且条件之间出门矛盾 它的讲述诚实跟人生破碎的感觉 这个是非常明显 但是文字风格跟传承状态是在一起的 第三个跟它的个性也很强 就是很多Paradox的金剧 发现是剧是矛盾语 Paradox很难翻 一个是矛盾语了 还有很多很巧妙的名誉 那个玉体的点着人生的出境 比如说它在1907夜讲扭扣 我们的衣服上面的扭扣掉下来都没有了 都不见好像东西掉下来 然后扭扣的剩下一个伤痕在衣服上面 我觉得是很具体的 看的时候都会影响很深刻 就会知道 另外130夜也提到了 有些感情趋 如果不趋的话 就是无患没卷 就是因为趋了一个时间 趋了一分钟 一秒钟 什么都没有了 那这种很有趣的来来回回的矛盾 它也写得很经常的 另外DC的特色 就是我说它有很多小说的情景场景 有个可是这故事的结束的时候 那个拖延断掉 没有啥 那个蛮好玩的 又一方面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 很多事情根本没有进步的 根本会突然中间断掉 所以这个是现实的场景 另外一种的好玩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断掉 不像问题后发生怎么样 你会再想象 可以怎么样 独解就可以把自己的想象的空间拨大 我在最后的几个论度提到 就会说 看周耀辉的文集 跟听到的歌曲 感觉有一点不一样 可是歌曲跟那个文集的载体不一样 究竟在这里很罕见 比较有多一点的空间 去处理自己 让自己的歌曲浮现出来 因为流行歌曲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新加点好 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载体 当中牵涉的音乐的那个 比如说歌曲的音乐 还有歌手的声音和形象 唱美公司的政治 市场的造像 还有情歌是主要的一个类型 这几年我来 我所听到的周耀辉的歌曲 主要我分开两条线 一个是游离 离散的生命跟感情 就是达斯科的那个主题 另外就是日常生活的歌曲 根据我怎么在这个歌曲里面 绑船沙兰 比如说我那是 还有我现在就会放的奥斯特丹 深广公路 南方武艇华丽园 跟曾放达的坐舰声超 还有24.7那个讲71 这种的便利店 跟我们的生活的时间的关系 那介绍来呢 未来我希望能有时间可以做到 就是做周耀辉的研究 应该会集中在广播歌词 因为跟香港的城市相关 然后会集中在他和王耀明的辅助上面 还有刚年来有英国的信号社会 做一个辅助 还有集中在他们文静瓦 华丽的风格 那现在再放一放他一首歌 又是广东歌 就是阿武之特达 那这一首歌 那这一首歌 就是阿武之特达 就是阿武之特达